對 我的臉書被封鎖了 這件事情是發生在6月27號的晚上9點半左右 臉書突然登出之後就顯示了停用 這 真的很讓人沮喪 也讓人非常的不習慣 感覺少了什麼 我會沮喪的最主要原因 並不是因為沒有臉書不習慣 而是因為我失去了兩樣重要的東西 第一個是我本身的帳號 近十年的朋友回憶我通通都放在那裡面了 第二個是我辛苦經營的粉絲團 也經營有一段時間了 也跟著大家相處得非常好 然而我現在的粉絲團像是沒有老闆的公司 老闆被抓走了 只剩下小編 夏琳幫我處理這些事情 我這幾天尋求各種方法 唯一的兩個方法就是 臉書的申訴型可以記 需要證明你的身份 證明這個就是你 還有網路上的一些客服的信箱 但是我都記了 除了官方知識的回覆之外 到現在 都沒有專人在幫我處理這些事情 感覺就像是前幾分鐘還在跟你的好朋友聊天 結果下一秒就被莫須又抓去關的那種感覺一樣 我到底做錯了什麼 為什麼要把我臉書封鎖 我不懂耶 如果說要違規的話 我大概只能說我使用假名吧 但是連通知警告信都沒有寄給我 直接判我死刑 十年回憶跟辛苦精英粉絲團 瞬間化為烏有 你要說我不在乎 那是不可能的啊 臉書的申訴管道真的很差 你知道嗎 一等就是好幾天 甚至可能幾個月都有可能 我真的 有很重的無力感 現在我除了等 之外 還有時間就記性之外 我沒有別的辦法了 希望 帳號我可以拿回來 兄弟們 祝福我吧 再見 再見